我姓屈 歌曲的曲 力真的力 恒心的恒 我英文名字叫Pilot 我的朋友叫我拍郎 因為這樣比較好記 因為Pilot不好發音 說不上什麼興趣 不過我喜歡跟人家分享我的經驗跟心得 所以其實也跟我一路來的歷程有關係 我就是當講師還當蠻久的 然後一剛開始我有當銷售人員 然後後來我當人力資源 然後後來比較長的時間就是當人力資源跟講師 在做那個人力資源嘛 所以我講的東西就比較偏人力資源的東西 然後後來就是做銷售 連鎖店銷售 因為我不小心得了1999年的人力資源楷模 好棒 勞工局認證 在人之界這算是奧斯卡吧 可是1999年很久了啦 很久了啦 所以這個不太好意思拿出來分享 那所以後來就開始教一些連鎖事業的東西 然後後來也教一些顧客關係管理 如何處理課書還有組織行為學 現在也在中科大有在兼課 現在自己有開一家公司 然後開始在賣一些兒童房滿的相關的產品 那我們是有從德國進來一個專利的布料做一個娃娃 因為其實在台灣我女兒是過敏的小孩 她從小到大沒有自己的娃娃 她不能養狗不能養貓 她過敏會氣喘那個要命的 所以她從小不能養狗不能養貓 不能有這種毛娃娃 對一個女孩子來講真的很殘酷 那我騙尋不著這樣子的東西 那後來我就想辦法去從德國進了這種很大專利的這種 房滿的布料還有內裡 那我來做自己的娃娃 還有一些相關的喜劑那些 因為這個台灣比較沒有人找不到 所以我就找自己來做 那其實目前是在賣這些周邊相關的 那其實還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一剛開始知名圖其實不高 那這也會跟我為什麼會要去上網路行銷會有很大的關係 就我一想一剛開始是想知道說 OK 我的東西怎麼樣透過網路銷售 因為以前我學的跟做的都是實體銷售 還有實體的服務 當然還有電話裡面的客戶 這也是我的範疇 可是在網路上面這些東西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一方面我想知道說網路行銷怎麼回事 那另外一方面我是想跟我原來的專長做結合 就是我知道怎麼回事 然後我也比較容易嚼人家